有位弟子问当年的佛陀 说佛陀啊 为何不给世界上所有的女子 修花碧月的容颜呢 佛说那只是昙花一现 用来蒙蔽世俗的眼睛 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 纯净慈爱的心 我把它赐给了每一个女子 可是有人却让她蒙上了灰尘 弟子问佛 那么佛陀世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遗憾呢 佛陀说这是一个娑婆世界 娑婆积遗憾 没有遗憾给你再多的幸福 你也不会体会到快乐 弟子又问佛 那么佛陀如何让我们的心不再感到孤独呢 佛说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独而残缺的 多数是带着这种残缺度过她的一生 人们总是在与她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 不是输货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她的能力 其实就是不懂得珍惜才会失去啊 这个弟子继续问佛 如果佛陀遇到了可爱的人 却又怕失去不能放下该怎么办 佛说留人间多少爱 迎佛事千重变 和有情人所缘相聚 别问世杰世缘 弟子问佛 如何才能像佛您这一般的融制啊 佛说 佛是过来人 人是未来佛 我也曾和你们一样的天真 修人之佛 只是瞬间啊 凌凰 凌凌 软 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